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家代祖都有自己的封闭 以血缘关系作为公使的平媒 晋建公在离极之轮中 大肆逐杀朱公子 导致晋无公族 后来由于缺乏人才 不得不大量启用异姓大臣佛谷朝政 晋文公成为国君后 创设六卿制度 此后六卿一直把持着晋国的军政大权 晋定公使 范使 中杭使衰落后 六卿变为四卿 晋出公使 赵使 韩使 魏使三家联手打败执政的智使 最终实现三家分禁 三家使如何分禁呢 公元前453年 韩 赵为三家灭掉智使 晋国公使明存十王 公元前403年 周威列王侧命了韩 赵为三家列位诸侯 但晋国并未彻底灭亡 公元前376年 韩 赵为非晋进宫为庶民 将晋宫是剩余土地全部瓜分 晋国彻底灭亡 末代晋侯 晋进宫自主以来 亡国之君的一生注定是坎坷的 晋国最后一位国君晋进宫也是如此 史记记载 晋宫二年 为母侯 韩哀侯 赵晋侯灭晋后 而三分其底 晋宫千位家人 晋绝不救四 晋进宫在卫使 韩 赵为三家早已成为诸侯 在卫第二年被废为庶民 晋国彻底灭亡 由于韩赵为三国征战不断 晋进宫因此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可谓是忽知己来 亏知己去 刚开始晋进宫居住在屯流 金山溪屯流南 公元前358年 韩发位并夺取屯流 韩国将晋军迁到端市 金山溪沁水东北 公元前349年 赵国夺取端市 又把晋军迁回了屯流 是与晋进宫最后的结局 实际韩世家中有个不清晰的记载 朝后十年 韩基是齐军道宫 这个道宫是谁 一直存在争议 但肯定不会是当时在位的韩侯 也不可能是晋国的晋道宫 很多人认为这个道宫 极有可能是残存的晋军 如此 韩基是齐军道宫 意味着 晋进宫最终是被自己的妃子给害死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